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2019年是台湾纯网银元年 为了加速金融创新 政府发出三家纯网银执照 分别是由中华电信领军的国家队江南银行 乐天集团为主的日本队 以及韩国队Live Bank 纯网银的成型为台湾金融创新注入活水 不过许多人还是对纯网银这样的概念相当陌生 到底纯网银跟传统银行有何不同 未来又会对金融圈造成什么影响 记者余依涵 吕汉威带您深度了解 买饭买菜吃东西结账钱勤勤一刷 不论是餐厅大卖场还是夜市摊贩 人手一击就能结账夫妻 行动支付逼经济 南瓜十一住行 寄完Apple Pay付款 好的没有问题 搭乘计程车也能选择行动支付 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完成交易 根据金管会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6月电子支付业务总使用人数 约540万人 当月代理收付实质交易金额超过30亿 各家抢进攜手发卡银行 民众比优惠强好康 而为了加速金融创新的脚步 金管会释出纯网银执照 它是新的银行 那金管会或是其他国家事实上开放存网银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不是他的股东或者是最主要的经营者都不是传统银行的人 然后他不可以开传统银行的实体分行像这样的东西都不可以 然后就是一切的交易一切的服务都要以网络来做提供 打破实体分行概念无空间时间限制全年无休 只要连上网络汇款支付借贷似乎都可以一键搞定 他在国外的经验我可以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可以给你贷款就给你核定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优势 因为他很快速他没有面对面的那种咨询或是评估 但他也有一些控制的方法 另外呢他可能有些服务很方便的 很友善就手机上动一动或者是动一动就可以了 也许可以迎合新的年轻族群 三家入榜的业者分别是国家队由中华电信领军 联手兆峰星光集团等所组成的将来银行 而日本队乐天国际商业银行 则是由乐天集团和国票监控合作 以及韩国队连线商业银行Lightbank 由社群软体Light 吸收北复营中信营等所筹组的 连线银行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社群媒体 那所以它所表达的目标客群呢 就是Light的社群跟Light的生态圈的使用者 那将来银行呢是以这个 有它的电信的数据的基础 那它的目标客群来关注 这个银行 传统银行低关注的客户 另外呢乐天银行的部分呢 它目标客群是说是35岁到50岁的百令阶级 网银执照里面三分之二是别的国家的公司 一个是日本的乐天 一个是韩国的Light 它充分的就显示过去20年 台湾在网路时代的竞争力的流失 就是我们没有认知到网路的精神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在社群平台一无所获 于是身为国家队的将来银行得扛起台湾金融创新版图 即将迎接的战国时代 要抢占隐藏的消费族群商机 目标两年内达100万用户 我们其实会非常非常非常注重 在台湾本地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 譬如说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金融业里面 其实主教重兵都放在北部 那中南部可能相对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就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倒过来 我们觉得中南部 其实更需要这些国会金融的服务 这个也许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占股超过四成的中华电信 是将来银行第一大股东 民众对中华电信的品牌熟悉度 是将来银行的极大优势 中华电信是台湾最大的电信公司 那它其实有一千多 一千五十万的客户 那这些客户其实是有很夸各种 各种不一样的类型的 那包含MOD 行动 施化 将来银行的股东中 还包括台湾本土最大超市全联 那全联其实是我们9.9%的股东 那它最近其实全联非常红的 其实是一个批茶配 那其实非常多的婆婆妈妈 因为全联的这样子要买菜 要买日用品的需求 所以其实都有在全联这边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支付的这些行为 那全联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现在跟大家思考 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包含了怎么样做一个 会员的互相的导引 相较于将来银行 另一居日本队 乐天国际商业银行 则是三家中唯一具有 纯网银经验的团队 我们最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经验曲线 因为我们今年是 在日本的热天银行 今年是进入第20年 这20年来这家银行 没有被日本的金融厅 划过一块钱 然后表示什么 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资讯非常安全 都没有发生诈骗案 第二个它的诚信非常好 主打哈日族目标发展 乐天生态圈 任何消费都能累积几点 再消费再几点 强化民众对品牌的粘着度 加上这些 互相关于联网银行 是 客人的需求 加速度 使用商品 改善 UiUX 改善 所以 我们的地方 总是经常在市场上 外国人产生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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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 主要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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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急迫性 它会更积极地去投入 所以这两个一结合起来的话 它大概就速度上面 我觉得会蛮快的 而韩国队连线商业银行Livebank 有全台2100万社群软体用户为基础 股东则拥有最多的消极银行 他们有资料 但是资料怎么转换成 这个春晚宇所用的资料 那是一个挑战 那我们也知道说 通常我们这个消费者 他现在LINE是用的很奇怪 LINE配置大家也开始慢慢在用 是一个优势 但是就是怎么样把它转换成 能够获利的形态 这是一个将来也是一个挑战 其实金融业它是非常典型的服务业 就是它其实它的产品就不是钱 钱不是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是流通 那金融服务它的本质 就是跟任何服务业一样 有人用你就会赚钱 越多人用你就越会赚钱 所以说你要让更多市场 让更多人接受你 as a latecomer 就是说我是新的一个春晚宇 你就要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服务 到底要祭出什么样的创新服务 来强克网络世代族群拭目以待 现家宠网营业者强强竞争 力拼2020上半年 找出亮丽的成绩单